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悲剧喜剧闹剧 这是一个所谓戏剧意志论 从戏剧原理来说 戏剧意志论的一个认知方法 如果剧中人物 尤其是主要人物 他的意志力 他想要干什么 他要追求爱情 他要追求财富 他的意志力趋吉避凶地往前走 这个差不多就是我们平常人的这种心态跟行为 终于能够happy ending 大致上得到这个心愿的完成 我们可以称这种戏为comedy comedy被翻译成为喜剧 这个喜并不是喜感的意思 而是看了大家会喜欢 喜剧情绒喜欢来觉得 那剧中人没有意志力 就是闹 搞一个热闹 他的这个性格非常的坚决 非常的坚持 他一怒 就只有一种性格 他贪财只有一种性格 他好色只有一种性格 这些单一性格的卡片人物 在戏台上因为摩擦撞击 出各种笑料的火花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出笑料 这样的戏很热闹 所以叫做闹剧 也叫做low comedy 就是他的意志力比较低 喜剧闹剧都是comedy comedy跟low comedy 所以有时候喜闹剧 你会把它分不清 好笑的你也称为喜剧 其实精准一点 应该是喜剧跟闹剧 悲剧是什么呢 就是剧中人 他的意志力明显高于常人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去执行一个不太可能的 恢复民族光荣的任务 恢复国家的这种任务 终于宁为玉岁 不为瓦全 以身殉难 创造出一种高度的悲怅感 悲怅悲壮的这种感觉 不是悲伤 千万不要以为 好好可怜哭 叫悲剧 不是悲壮感 叫做悲剧 悲剧英雄 就是这样的人物 Tragic Hero 以Tragic Hero 为主角的戏 叫做Tragedy悲剧 Tragedy Comedy 跟Farce 那么这个是 真的是在讲课 我自己以前 在青少年时期 还没有办法 把这个事情 搞得这么清楚的时候 我怎么跨入戏剧 这个领域的呢 我14岁的时候 在同学家玩唱机 我们在同学家玩唱机 我妈妈就是在 广播电台工作的 正因为我妈妈 在广播电台工作 所以她下班回家来之后 家里就不买唱机了 不想回家来 还要碰到 跟她上班一样的器材 我们家没有唱机 所以在同学家玩唱机 弄点什么胶片呢 放上去听听声音 正好就被我听到 魏龙豪跟吴兆南 说相声 相声极极 14岁以前 我不知道世界上 有相声这样的东西 14岁以后 我把我这一大半声 几乎都投入到 相声的研究跟创作 尤其是这个叫做 他们里面呢 会有一些唱段 说唱艺术的唱段 或戏曲的唱段 出现在魏龙豪 吴兆南的相声里面 我顺便要把这个唱腔也学下来 常常有人问 说你这个平剧啊 唱得不错啊 你跟什么人学的 我说我是那个 陆老师教出来的留学生 录音机老师教我 我是跟着留声机学的留学生 陆老师教出来的留学生 当然这样讲不尽公平 因为后来念戏剧系 戏剧系里面有非常棒的戏曲老师 教唱腔 手把手的教 所以我也把后来老师所教的这个经验 转移来理解我自学的那些部分 在我作为一个戏剧系的大学生的那个时代 因为我实现了学以致用 我实现了我 因为我的兴趣而进行学习的 这一个美意 这一个幸运 世界上我知道不是很多人都这么的幸运 可以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完全发展兴趣 那么后来的专业学习 就是学你的兴趣 然后把这份兴趣发挥到 你的工作场合发挥到社会上来 我大学毕业的那个年代 80年代的后期 当时的主技处有计算过 所谓学以致用这样的比例 大概是一成 只有一成的大学毕业生 10%左右 应该是11%这样的一个比例 叫做感觉自己学以致用 所以后来呢 大学的这个入学制度也好 或者是各种的制度 学习制度改了又改 改了又改 改了又改 改到21世纪来 各位你知道我们现在的 学以致用比例是多少吗 很惊讶 30年过去仍然不足两成 还是一成多 比我小的时候多一些 你就这样改来改去 你不是说多元入学吗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 来进行这个配比你的学习吗 然后来进行你的专业的 这个选修吗 其结果仍然是 心态上仍然是 我先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再说 所以只为了拿大学毕业证书 而忽略了兴趣跟兴趣与专业 对应的这个发展 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人的一生在十几岁的时候 最应该发展兴趣 最应该在那个时候 掌握你的人格特质 来进行有效的学习 这个话不但鼓舞大家 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听进去 辅导你的子弟 用兴趣来投入学习 我创办相声瓦舍以来 总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 总觉得自己是被眷顾了 尤其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他的言行给了我非常重要的启示 相声大师魏龙豪 魏伯伯在这个他晚年最后的一个作品 就是邀请我来为他制作 所以当他走了以后呢 我们很快的就觉得应该要再改编一些 他的作品来在相声瓦舍做演出 我就看上了买鞋记这一段老相声 表哥跟他一块合伙 买了一双皮鞋 但是他多出了一块钱 所以呢 这双皮鞋新鞋第一天他可以先穿 你听这种相声的结构 就知道有人要倒霉 有人要上当 我要改编这个作品 我要改成去买一辆脚踏车 多出一块 所以我先骑这个脚踏车 当然一天也没骑到 然后把脚踏车弄坏了 我就觉得应该要尊重原作者 我就打电话给魏伯伯的长子 也是我学弟魏凯 他是剧场非常知名的舞台监督 我跟魏凯打电话 我说我要用爸爸一个作品 我觉得应该要请教你怎么授权 魏凯讲了一番话 真的是让人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说爸爸说 他一生从事相声的创作跟展演 受传统相声的恩责及身 所以爸爸从来不认为 他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是他的作品 所以尽管拿去用 经魏龙豪的手所创造出来的作品 是公共财 真是令人感动 这不是给我个人的方便 而是给世人的方便 还有呢 我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唱歌 我在道明中学参加合唱团 我们这个合唱团老师赵坤和赵老师 选了很多就是近代的文人所写的合唱曲 特别会选近代文人写 黄友帝教授 是写合唱曲的大家名家 他也住在高雄 黄友帝教授啊 百岁人锐 我记得这则报道 就是他百岁的时候呢 马英九总统去看他 他就跟马英九总统面前呢 他就许了一个心愿 他说我黄友帝一生写作了多少多少多少的曲子 我今天一百岁 我一百岁的心愿 就是这些曲子全部变成公共才 也不等先世 就是我现在就宣布 黄友帝写出来的合唱曲 大家通通拿去唱 尽管去唱尽管去传唱 了不起的表演艺术家 如魏龙豪如黄友帝 就是这样的心胸 所以我觉得我受到他们的感召 在相声瓦舍1988年 三十周年庆的时候 我已经向大家宣布过 相声瓦舍已创造出来的剧本跟演出 我们已演出过的剧本 跟我们已演出过的演出 立刻立即全部成为公共才 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的这个所有的世人 你觉得相声瓦舍这个东西写得好 就可以拿去用 那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时代 我觉得大家是很需要被鼓舞的 尤其很多的比我年轻的年轻人 对于什么是相声 对于他自己的展演 要不要称之为相声 都有一些疑虑 他们觉得可能可以有一种区隔吧 你像那个他们说的相声 是穿传统服装的 那个拿个扇子的 那个叫相声 我们穿着现代服装的 叫做脱口秀就可以了 恰好我真的知道脱口秀 这个名词的真正的由来 倪敏然大师 这是他的照片 倪敏然大师 他这个在年轻的时候 要出道的时候 他比魏龙豪吴赵南稍微年轻一些 但是他们也是平辈 稍微年轻一些 他要出道的时候 魏龙豪吴赵南已经非常的享有盛名了 所以他也很想说相声 倪敏然也录了很多的相声的录音 跟这个汉声电台以前叫《军中之声》的那些 演广播剧的那些老人家 一块录了很多的相声 你在某一些 非魏龙豪吴赵南的相声出版品里 你会听到倪敏然说的相声 他所拥有的这个素材 跟魏龙豪吴赵南有大部分的重叠 所以他再出来说相声 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那倪敏然所面对的江湖 跟魏龙豪吴赵南不大一样 他是歌厅夜总会做秀 现场秀 那他呢很善于带着年轻人一块做短剧创作 而那个短剧素材也来自于那些相声段子 他等于是说把相声内容立体化 多人化变成喜闹剧 倪敏然后来被尊称为倪总管 就是歌厅夜总会 他全台湾都可以跑遍 他的外号叫倪总管 甚至于在电视节目兴起之后呢 电视节目里面 原来那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都是那种正儿八经的 下一个节目是由某某舞蹈家带来的民族舞蹈 就是这种正儿八经的主持风 倪敏然开创一种新的主持风 说怎么样 这位妹妹好可爱 这种看起来不太正经的斜去主持风 倪敏然是这种斜去主持风的开端 他被尊称为祖师爷 祖师爷倪敏然他的徒弟叫张飞 飞哥 张飞的徒弟叫做胡瓜 瓜哥 这样一说各位就明白这个师臣关系 就知道倪敏然是可以当祖师爷 祖师爷倪敏然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所做的剧场展演 你看到的这张剧照 就是在相声瓦瑟做客 大寡妇斗篷 他在大寡妇斗篷里面演出这个巴图鲁汉 这个假蒙古人这样的一个角色 倪敏然这个我与他相处的这个时间里面 他就告诉了我 他就是要躲开相声这个名词 好让他的展演能够有他独特的一种宣传方式 我脱口而出就在作秀 于是我的演出叫做脱口秀 这是倪敏然创造的一个名词 其实他承认就是相声 我换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可以扬派一点 talk a show 脱口而出就是作秀 这是倪敏然的解释 但是我请各位务必要理解 各位的英文都比我好 talk show 麻烦各位要查考一下 它是有专有意义的 talk show是访谈类型节目 在广播里面或者在视觉媒体里面 主持人跟来宾访谈 不一定搞笑 有时候是很正经的谈论内容 谈正论的也是脱口秀 应该讲talk show talk show并不等于表演艺术脱口秀 表演艺术脱口秀其实就是相声 这个是倪敏然大师 这个亲口跟我证实过 所以各位你要运用脱口秀 这个名词来描述自己的展演 只要你舒服是没有问题的 更何况在相声的这个表演类型 类似的类型当中有非常多 例如东北有所谓的二人传 上海有所谓的独角戏 周立波所展演的 他希望自称为海派亲口 这个动独笑 动独笑是香港人黄子华 创造出来的一种表演形态 他是为了要用广东话演出 stand up comedy 你看这个英文字 stand up comedy 为了要在香港用广东话展演 发明了一个名词叫 动独笑 以及在台湾 这个讲四句要押韵的 答催够 对吧 说一个人的口才非常的好 请不请你答催够 就跟说相声一样 口才如此之灵变 答催够 I end up 我们知道的脱口秀 stand up comedy 你看英汉戏剧词典 怎么翻译stand up comedy 我常常跟学生玩这一招 各位stand up comedy 要怎么翻译 大家都没翻译 喜剧站起来 战利喜剧 战利式的喜剧 是 你这样翻译都证明了 你的英文很好 stand up comedy 这字你都认识吗 你都能翻译出来 但是我再讲一遍 任何的翻译 你的中文得要再好一点 英文好是一回事 你的中文真的得要再好一点 毕竟我们的日常母语是中文 好吗 中文相声才是拿来翻译 stand up comedy 最好的翻译 你要讲如相声 或等同于相声 最类似于相声的表演艺术形态 都好 日本的 La Google 跟Manzai 请注意 这是日语的汉字 它应当用日语发音 请你应该避免称为 落语跟漫才 因为它日语不是这样发音的 尤其La Google 跟Manzai 都是要用日文表演 它运用了日文的那个谐音谐去 才能发挥它的最大的效能 所以你用中文在做展演的时候 很抱歉 你就是说相声 但是话又讲回来 如果你要描述你的展演 是漫才 我的表 我是做 我是漫才家 我是漫才演员 你要这样子描述自己 好让你自己比较有自信 比较舒服的话 那么可以 你就这么做 但是请你不要 以为漫才跟相声 有什么差别 它唯一的差别就是 它是用日文言的 好吧 这句话 我们愿意把它说到海枯石烂 嚼舌跟嚼烂 我都不怕 戏剧艺术 是语言的艺术 就是要说话 那我们从说相声 就能来证明这件事情 说相声 说这个字 它就是个动词 它就是行动 常有人认为说 你们说相声 你们都没有action 你们没有剧情 你们没有什么 说本身 它就是动词 它是剧场性的 戏剧的展现 尤其已经到了21世纪了 不能死抱着写实主义戏剧 才是戏剧 这样的观念 我们应当把相声 视为喜剧 把相声视为闹剧 既然相声是喜剧 是闹剧 它也就是在整个戏剧族群 戏剧这个集合名词当中的 其中一种 相声是一种纯喜剧 我们也可以说 它是闹剧 它是不同于写实话剧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够把写实话剧 当作唯一的戏剧形态 在台湾 我们说相声 有一个浪漫的传承 这张照片呢 是我珍藏的一个画面 1998年 卫龙豪邀请了吴兆南回台湾 他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新舞台做展演 我呢 做这个节目的这个总策划制作人 帮助他们在新舞台上做演出 在当时我们的团部在碧潭 一起拍了一个两代的四个人的合照 这个合照呢 此情只带成追忆了 魏伯伯在演出这个演出之后的次年就过世了 那吴伯伯前几年过世的时候 90多岁 非常的长寿 那各位也知道 穿着白袍的这位送信艺人 惹出了一桩非常不名誉的社会案件 也不好再出现在舞台上 所以这张照片的纪念意义 对我而言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浓厚 表演工作坊 在1985年所创造出来的那一页 我们说相声 这个上一次呢 我们在台湾茶馆这出戏的时候 把他的细节已经差不多 跟大家说过了 赖声川 李立群 李国修 他们三位创作出来的这个作品 创造了台湾剧场 日后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的一个开端 相声瓦舍在他之后 1988年创办 我们创作出各式各样的相声节目 我们还在进行中 请大家期待相声瓦舍 每一年的最新的作品 好的 我们戏剧的六个讲题 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在最后呢 我特别选了这一个唱段 来呈现给大家 心情也就跟这个唱段里面 这个作者曹操所写下来 短歌行最重要的这几句 清清紫巾 悠悠我心 但未均故 沉淫至今 我想这个是我们做这一套节目 每一位老师 大家共同的心愿 为了你 为了你的前途 为了你的未来 我们把经验 想要好好的传递到你那去 短歌行 对旧当国 人生机会 人生机会 平日照路 去日可多 开挡一抗 又是难忘 何以加油 唯有堵 清清自尽 又有我心 但未君故臣隐之今 又有陆民时夜之品 我又嘉宾故色炊神 明明日月活时可多 又从中来不可断 岳莫渡迁 王勇相存 气阔谈言 心念 救恩 呀 岳明 心兮 我却难非 饶食 十三杂 火之可矣 山不燕高 海不燕深 周公图不 天下故随 好的 我们在戏台上 它是虚拟时空 戏台上的人物 活的是死去活来 要祝福大家 在真实世界 学习戏剧 学习文学 能够活的精彩 学习精进 再会 以外 静联系 学习 会 用 证明 的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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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一 二